七次嘛,上個禮拜是第六次 第六次裡面大概講的 主要是 再把那個 上學期的Python的專案 入門的課程 裡面用到的一些程式 轉換成Jungle 也就兩個當然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可能你執行的話 Python只能在那個 我們一般電腦下方有個Console 直接執行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讓別人使用的話 你可能需要讓他在 網頁上面能夠顯示 Jungle主要的角色就是 幫你把他弄成一個 Server 這個Server的話 只要在網頁上面 輸入 一些參數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那個Jungle 我們又重新建了一個新的Jungle的專案 所以這部分其實也是 重點回顧一下 之前我們建Jungle的那個 過程 那個過程其實 那有點繁瑣啦 不過你只要 把那個固定的SOP 那個流程把它記下來的話 要建一個那個Jungle的專案 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你主要是要了解 這個框架 這個Jungle的框架主要是 你要了解 他怎麼去使用 所以呢我們上禮拜呢 就是把那個什麼 年齡那個範例 比如說你輸入18歲 就是假設18歲以下的話 未成年 然後你輸入18歲以上到35歲 可能是青年壯年老年 等等的 然後類似的邏輯 以前我們寫過程式的 把它轉換成Jungle的專案 那裡面當然我發現 其實 同學真的還蠻容易做錯一點點 小細節 如果你一個小細節做錯的話 那後面整個可能都會出現狀況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的話 你只要按部就班 照著那個順序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那基本上 就不太會有問題 好 那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 怎麼樣把那個 之前寫過的程式 轉換到Jungle裡面 這個當然蠻重要的流程 那另外的話呢 怎麼樣增加一個 所謂的Templates Templates的話 裡面還可以再增加一個頁面 讓那個 就是說呢 一些參數呢 可以讓他在網頁上面 顯示的更漂亮 OK 那如果你只是顯示一些簡單的東西 當然 不太需要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顯示的是 像字放大啦 或者換顏色啦 或者是 諸如此類 加個 圖也可能需要 圖部分的話 我們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如果一些細節 假如說 不是很了解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前面的單元 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那另外增加View 增加UIL 所以View跟UIL 這個都固定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再來看 就是 如果你的那個 參數不止一個 可能是 兩個以上 比如說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呢 身高跟體重好了 比如說BMI這個範例 像 上個 學期我們有講到那個 BMI 比如說我想要計算 輸入我的體重 輸入我的身高 告訴我我的BMI是多少 那我的BMI呢 是落在 應該是 身材 是 要減肥呢 是過 過輕 還是標準 過重 等等的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樣 不過呢 這個跟 上個禮拜呢 最大不一樣 是傳遞 上個禮拜是 傳遞一個 參數 比如說 年齡的話 只有一個 你不需要 那當然 不過其實年齡裡面 還可以再增加 性別 OK 不過 如果呢 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 兩個引述的話 那利用那個BMI來做 該怎麼完成 這我想 各位可以先試 試著把上禮拜部分 大家重點回顧一下 影片在這邊 然後底下 我建議回去 如果你有些細節 假如漏掉的話 因為有 這個 像Jungle部分的話 你只要一個小地方錯 後面就全錯了 後面可能怎麼 弄不起來 當然如果你都做對啦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要 很小心 細節部分要注意到 然後呢 按照一定的步驟流極來做 我想應該還蠻做的 我自己是 感覺是比以前 如果用PHP 或那個ASP 來架戰 用這種框架式 相對的是比較 不需要撰寫那麼多程式 他著重可能不是寫程式啦 但是 他著重可能是你要了解那個框架 他怎麼去設計的那個 邏輯跟那個流程 你可能把這個注意起來 你可能會少 可以少寫 非常多的程式 啊 至於那個細節的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 第3-1的部分 3-1裡面打開啦 其實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 所 所用的這一些 這個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裡面的話呢 其實 相對的 我有講過 就是說呢 怎麼樣重新建立一個新的 新的Jungle 當然步驟部分的話 這邊都有啦 你就是 我們是希望 多增加一個Logic的 一個 專案 所以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 Jungle的專案 這個當然是有別於 那個什麼呢 那個 用Python建專案 所以這部分一個全新的專案 那建立一個新的專案之後的話呢 一定要先有一個Application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Application 你是無法去執行程式的 OK 但是你建好這個Application 名稱的話 我們一樣取 叫MyApp啦 這個好像在第1堂課裡面 就已經有做過了 然後呢你建了一個一定要Settings Settings裡面 一定要做MyApp 就是要增加一個 告訴他說 我已經安裝了一個新的 另外在Views裡面寫一點東西 所以 建App Setting Views Views的話就寫一些 那個制定函數啦 就DEF開頭 Def那個 我們的那個制定函數叫Edge 那傳一些什麼東西給他 豆點Edge實際上就是在 我們的網址 後面再多一個年齡 然後進來的一定是個字串 這個字串轉成整數之後丟給他 再做邏輯判斷 那最後 Return就是把結果 怎麼樣 用那個 就是 HTB的Response 物件 他幫我把結果 丟到那個網頁裡面 讓他就顯示出來了 在邏輯 大概是這樣 那增加一個 UIL的 網址的部分的話 這最後的步驟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概 這五個步驟 你按照這五個步驟 基本上以後你要建一個 Jungle的那個 專案 的流程基本上都 可以如法炮製 那頂多是說後面 會需要 多增加一個那個Template 就是那個 我們的樣板 那樣板部分的話就是額外在加 所以這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的相關程式 還有 需要怎麼做 相關的程式都在這裡 像想想看 怎麼樣改以下的結果 輸出 HTB Response 它輸出的一定是 一個字串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字放大 變成標 比如說什麼 標題1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可能需要 在 這一個 這個這個我們的專案裡面的增加一個 所謂的那個 樣板部分 所以必須要增加一個Template 才可以去 增加這個 套用 這個樣式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上禮拜部分的重點回顧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 延伸的 講到就是 有關 如果我要傳遞的兩個 參數 也許 我們拿那個 BMI這個當成範例好了 那要怎麼做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參考 我看底下 應該也有提到 如果你要傳兩個參數的話 下面也有提到 如何傳遞兩個以上的參數 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那一個是 長這樣子 就是 在我們的城市後方 比如這個網址 後面加一個 你要執行的哪一個 哪一個view 就是UIL 資金哪一個 這個views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是斜線 再一個問號 問號指的是 你要傳遞什麼樣的 引數 比如說 A等於5 B等於6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計算一個什麼 就是把兩個相加算 假設我今天 我要傳遞一個 兩個引數 然後呢 傳完之後 他自動幫我相加 把結果丟到 我們的 這個網頁裡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方法有 兩個 一個是 用這樣的方式 傳遞 一個呢 是 底下這邊有方法 就是 另外一招是什麼 就是 我傳遞的時候 不要用問號 而是直接 怎麼樣 斜線一個 再斜線一個 就是反正一直斜線下去 就對了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一個是我們要執行的程式 第二個就是 第一個引數 第二個引數 這個兩個方法都ok 不過呢 以那個目前 主流上來看 好像第一種會看的比較多 因為網頁上很多 各位有沒有 去看一下 別人寫的一些動態網頁 多半上面 傳的那個 參數 都是大概長這樣子 比較多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如果說 要做一個 像今天練習 BMI的話 兩個以上的參數 要怎麼傳遞 我想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 回顧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 如何傳遞 兩個以上的 兩個 參數的話 那 這地方怎麼做 並且把那個 傳遞兩個引數的 這個 這個部分 再改寫成 BMI 喔 呢 我 這位 有 有 這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